湖南湘西号称明茶之乡 著名的古树黄金茶 100公克近拍价曾经高达人民币9.8万元 相当于新台币44万元 茶叶带动村民收入之外 丰富文旅资源也让当地极力推广观光 以土家族文化为主的芙蓉镇 因为刘晓庆的电影声名大噪 瀑布穿城而过景色壮观 甚至连绝壁峡谷都设置了一条凌空玻璃栈道 让大胆的游客来挑战 红色悬索巨龙横跨湖南湘西的德航大峡谷 就像悬浮在云雾之上 山巅山谷一高一低相互呼应 湖南重庆两地教会之处地形复杂 爱在大桥不只让天嵌变通途 还瞧见空中观光商机 游历云中天桥前是一段蜿蜒悬崖战道 风铃重叠大饱眼福 脚下每一步都是惊心动魄 悬崖战道建在德航大峡谷上方约500公尺 在这个绝壁旁可以享受刺激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战道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 大概100公尺的长度 在这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下方 因此很多女生都下到花容失色 这八十米怎么这么长啊 因为我本身就有一点恐高 这边风景超棒 但比较可惜就是因为害怕 没有拍到照片 没有拍很多视频和照片 湘西还有人文历史堆叠出的山水古镇 古称王村的富翁镇 距今2300年历史 暗上人家灯火倒映水中 拉满浪漫氛围 瀑布穿承而过 以最适合的比例 与临水而建的吊脚楼相迁为一体 形成独树一格的景致 这些依依商放水而建的 都是我们土家族的这个特色建筑吊脚楼 咱们古镇的吊脚楼的话 全部都是围绕瀑布而修建 所以我们芙蓉镇也称之为 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 来到古镇想要感受沉浸式的旅游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变装了 像是服装店里 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服饰 让游客体验 精心装扮 全身不灵不灵 游客们争起斗艳 宛如出水芙蓉 对着镜头稍走弄姿 替古镇增添生气活力 就只是觉得这个比较好玩 然后就一起拍一种 在街上看到很多 各种各样的这种民族服 是觉得被吸引过来的 然后看到很多小姐姐也是化了妆 然后很漂亮 然后我的女儿姐也是看到那个服装 就一直被吸引了 所以我们一起拍一组那个亲自照 美景烙印脑海 美食也不会辜负味蕾 米豆腐店生意红火滚烫 咸酱萝卜秤底的咸口 或是酒酿入味的甜口 各凭喜好 店家招牌大胆磕上 引先刘晓庆的名字 原来有这么一段故事 这个店是当时你要新拍电影 然后在选择选的这个地方 都是因为这个电影 说的名字 不能 1987年刘晓庆将文演出电影 《芙蓉镇》 就在这间店铺实行拍摄 古镇声名大噪 因而改名《芙蓉镇》 刘晓庆也大方冠名 不少人到这直奔扫店 来一碗刘晓庆同款 听说挺好吃就尝一下 那你觉得口感怎么样 非常好 你看我都吃光了 就是我们一家就是手工的 做这个的时候要用挑进 它浮的时候 就锅巴就撬上来了 就是变黑一点点的 就好漂亮 大米淘洗磨成米浆 翻搅照料 冷脆后柔嫩滑口 虽没了昔日豆腐鸡尸叫卖 但仍换来远方游客 追忆电影演绎的爱情故事 小吃名号嗓亮 湘西黄金茶也正以新秀姿态 要上台面 抽牙时间早于同位度其他品种 品到第一口春天的味道 茶汤清闭几乎呈现透明 但香气十足 会味甘醇 乍看之下 黄金茶像白开水 貌似名不符实 但风韵藏在淡雅之中 相传一度一两茶要用一两黄金来换 赢得黄金茶的美誉 如今明清古茶树有2057株 年龄最长418岁 一年限定灾彩一次 成为茶中极品 身价依旧金贵 当时金拍价都是9.8万元100克 因为它产量也不多 它不仅是我们的七大古茶园的古茶树王 然后也是我们湖南省内 唯一一株可以喝的文物 宝镜黄金茶可以喝的文物 你这个用抓茶叶 手不能触摸到谷底 体验完之后 马上闻手 现在还有一点点茶的香味 入口非常的清甜 然后没有苦苦的味道 还想继续再多喝一点点 老百姓思想的转变很重要 他不配合的话 他之前在种水果套种的茶叶 他悄悄把茶叶砍掉了 感冒险的 他们就开始搞 第一批人富起来以后 亲戚帮亲戚 然后就是邻居帮邻居 像我们茶笼的 他现在就由种茶笼变成茶参了 绿金带来前景 也让外界对势辣的湖南 不止红红火火的香菜记忆 这里还多了一抹清新的绿意 番范帆 这边在永远的一顿 吃点 你直接帮我 吃点 不可